敘利亞官員表示 有關阿薩德總統的車隊星期四前往大馬士革一座清真寺途中遭遇襲擊的報道是不真實的 敘利亞信息部長奧姆蘭說 有關襲擊的報道完全是虛假 敘利亞國家電視台播放了阿薩德星期四在首都一座清真寺祈禱的錄影片段 這是開齋節活動的組成部分 總部設在英國的敘利亞人權聯網台說 大馬士革中部的馬爾基城區附近地帶遭到迫擊炮軍炸 但未有證實這次襲擊的目標是阿薩德的車隊 由於敘利亞當國對外國傳媒的限制 獨立消息來源難以證實敘利亞境內發生的事情